天文台下午3時20分發出一號戒備訊號 11月打風大家可能會覺得奇怪 但根據天文台的紀錄 近20年11月打過三次風 需要掛起一號風球 而羅塞今早進入南海 越鳥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動 橫過南海北部 我目前預測途徑 今日發出3號強風訊號的機會不大 十六羅沙和季後風界共同影響 風勢明天會增強 而天文台錄到今日的氣溫 介乎22.6至29.5度 6時氣溫25.9度 相對濕度63% 一號戒備訊號 嚴正生效 接著交給天氣先生 天文台預測漸算多雲 明天稍後有幾陣驟雨 氣溫係介乎24至27度 吹和換至清淨東至東北風 明天離岸吹強風 海面有湧浪 而展望之後一兩日風勢仍然頗大 而且會有幾陣驟雨 海面有湧浪 而預測空氣污染水平 就是中等至甚高 最後我們再看看其他城市的天氣預測 澳門和廣州有驟雨 廈門有驟雨 台北有雨 上海驟雨 北京多雲 首爾有雨 東京是明朗 曼谷有驟雨 吉隆坡和新加坡有雷布 瓦加達有驟雨 瓦加達有驟雨 胡志明市天晴 曼尼拉有雨 墨爾本天晴 昇尼明朗 布里斯班天晴 奧克蘭明朗 紐約和多倫多都是多雲 溫哥華有驟雨 三凡市和洛杉磯天晴 看歐洲 蘇黎世 巴黎和法蘭坦福有驟雨 阿姆斯特丹有雨 倫敦寨明朗 各位這次天氣先看到這裏 拜拜